可乐姐姐玩玩具 嗨,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可乐姐姐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,欣欣姐姐 上一次的节目里 我们一起玩了一个很大的玩具 你还记得吗? 就是小猪佩奇的新家 那么今天,欣欣姐姐为大家带来了这个玩具 就更厉害了 它比上一个玩具还要大 是什么呢? 马上就揭晓答案 当当当当 你们看 是一个叫做宠物护理的玩具 据说呀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贴纸哦 欣欣姐姐从小就很喜欢玩贴纸 这个玩具呢 对于我们这些贴纸爱好者来说 就是一个超大的鼓励 现在呢 我就要开启宝箱啦 先把这里打开 噔噔噔噔噔 是粉红色的哟 哇 好大的玩具 已经看不见欣欣姐姐了哦 首先是这里 有一个小手提包 哇 粉粉嫩嫩的 把它放到旁边 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提包 前面呢 有两个透明的窗户 小动物在这些护理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这个窗户 看向外面哦 可能它的主人和它的小伙伴 在外面等它们呢 这样的话 它们就不会感觉到孤单啦 在它的侧面呢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开关 我们旋转一下 叮噔 门就可以打开啦 哇 你们看 粉粉嫩嫩的 超级可爱 这里有一个大大的胡萝卜 哦 难道 今天的小动物就是 没错 就是小白兔 你们看 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白兔 这边还有一个胡萝卜 还有一个小蘑菇 接下来呢 就是激动人心的环节 拆开我们的 材料包 哇 暴力拆包 哇 好多好多好玩的 咦 这是什么呢 欣欣姐姐要把这些 小的工具都拼装好 啊 是一个宠物的原水巾 是一个宠物用的小马桶 哦 这个是一个吹风机 啊 一个好可爱的吹风机 还有就是一些 瓶瓶罐罐的洗护用品 这个不是 啊 每次都掉到地上 哎 好了 我们把它捡起来 马上就到了 欣欣姐姐最喜欢的环节了 装扮贴纸 小朋友们看 上面还有好多空白的地方 都需要用贴纸来装扮哦 噔噔噔噔 就是它了 一张好长好长的贴纸 上面的图案好可爱呀 还有一张提示卡 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序号顺序来完成吧 首先是背景装饰的部分 我们找到一号贴纸 是一个黄色的壁纸 我们把它拿下来贴到指定的位置上去 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很脆弱 不要把它撕坏了 哇 撕下来了 哇 好绵 我们先把葫芦布拿下来 这里有两个小口 它取下来 一张黄色的贴纸已经免好了 然后我们按照讯息 找到二号贴纸 叹 二号贴纸在这儿 二号贴纸在这儿 然后再把我们的胡萝卜装回去 接下来是小兔子 完成了一个胡萝卜上的窗户 然后我们开始装扮宠物引水冰 这是很可爱呀 我们到春风街上的小花 可不能忘了 一个装扮好的小吹风巾 我们的宠物马桶上好像也有小兔子的图案哦 还有一个重要的小细节 当它开盖的时候里面还有水的图案哦 哇你们看 是不是很精细呢 哦对了 这里还有一面镜子 完成了 哇 blingbling的镜子 然后我们安装好玩具滑梯 摆好沿水机的位置 摆好沿水机的位置 还有我们的小吹风机 还有一个小镜子 还有这些洗户用品 安装好马桶 大功告成啦 我们的宠物护理中心已经全部装扮完成 沿选 每次的宠物护理中心 这好大功告成 堆材 今天我该去护理中心修剪我的毛发了 真开心 先洗个澡澡吧 吹干我的毛毛 吐一点香香 再梳理一下 少不了的是玩具滑梯 玩得又渴又饿 吃一根胡萝卜 再喝一点水吧 哇 有点困了 去睡觉觉了 真是美好的一天 小朋友们 小白兔宠物护理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 你还记得小白兔来到了护理中心后 玩到了什么玩具吗 A 翘翘板 B 滑滑梯 C 蹦蹦床 相信心心的小朋友一定不会答错的 把你的答案留在下方的留言区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跟着西西姐姐一起玩更多好玩的玩具 一定要关注可乐姐姐的频道 离开之前啊 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 我是西西 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小白兔宠物护理中心 去